很感谢 只要把一次性的杯子装满水 然后再放在正在燃烧的煤球上 水烧开了 没有个没事 现在看视频 我去这也太神奇了吧 这如果要是真的 以后烧水啊 谁还用电水壶呀 我也来试着 好了兄弟们 这个煤球已经被烧着了 看到没有 已经烧红了 已经被引着了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往这个杯子里面加入冷水 然后再给它整点这个不要钱的茶叶啊 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吸道了 兄弟们 千万不要眨眼啊 我们放在上面看一下 他会不会把这个杯子给烧破啊 抖音送给你的三朵小花你用过吗 长按视频选择赞赞赏视频 你就会看到抖音送给你的三朵免费小花 送给你喜欢的视频和作者 他就能看到专门的提醒 我去还有这个功能 我咋不知道呢 我来试一下 先按住屏幕 然后往下翻 这里还真的可以赞赞视频 点进去 狐狸真的可以有免费的小花 还可以赞赞抖臂的 我赞赞6个 我去真的可以赞赞抖臂 兄弟们 兄弟们你们有没有喜欢我作品的呀 喜欢的话 赞赞我6个抖臂呗 还有这三个免费的小花 登场最难的手势 据说可以用这个手势 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的人 100个人里面只有三个 我来试试了 我看一下我行不行了 哎 他真的有点难 你看这个距离太远了 哎 好像只能点赞 只能关注啊 兄弟们 你们时间看你们兄弟 我去 睡前起发现 兄弟们你们看 哎 哎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真的沸腾了 水真的沸腾了 这水不是沸腾了 这是杯子烧破了吧 哎呦 哈哈哈哈 我发现刚刚那个杯子被烧破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杯子的水没有加满 于是我刚刚又弄了一杯凉水啊 下来我们再把这个杯子给放到上面 三 二 一 哎 没反应 这样可能就会烧得更快啊 现在这个水已经烧热了 接下来我们整点这个茶叶放进去啊 看到没有 现在这个水已经冒烟了 兄弟们啊 我们再等个五分钟 看一下能不能烧开啊 这个水现在已经热了 都赶紧你看 都冒烟了啊 你看这个茶叶都泡开了 我摸一下 我去 现在这没有100度 也有70度到80度了 但是好像没有把这个水给烧沸腾啊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煤球 就一个煤球 再加上它的这个火不是特别的旺啊 我跟你说 我从早上就开始烧这杯水了啊 一直烧了一唱我 我去 这烧这杯水太难了 还有啊 我要解释一下 刚刚我烧第一杯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杯子会烧破呢 因为我用的不是自来水 用的是雪碧 我本想呢 认为雪碧和狠了 结果呢 那杯子直接烧破了啊 如果说你们也想做这个事业的话 千万不要用雪碧啥的 只能用那个自来水 只有自来水烧的时候 杯子才不会破啊